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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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尊敬的晉空老和尚 您的慈悲 今天讓我們的眾生 都能夠在您的開師帶領之下 能夠離苦得樂 今天我想一個非常殊勝的姻緣 您也給大眾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想非常多的信徒 對於老和尚您這一生的弘法 其實背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也帶眾生 來向您請意發問 首先我們想要請老和尚 您幫我們說明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這麼多年來 因為您從明初經歷過戰亂 然後一路真正也是自學成功 但是有三位大師對您一生的影響 非常地大 這包括方東美教授 我想張家大師 還有就是李炳南老居士 這三位大師對您一生的影響 您是不是能夠先跟我們先說一下 是的 沒有這三位老師 我們跟佛就沒有緣 是 因為小時候出生是民國十六年 1927年 是 那個時代 中國傳統的教育 還能看得見 在社會大眾一般還能遵守 抗戰之後 抗戰之後就完全沒有了 那麼小時候所聽說的 所看到的 大人都是告訴我們 宗教是迷信 尤其是民佛教 佛教被稱為多神教 多神教的意味是低級的宗教 是 高等的宗教只有一個神 真神 只有多神教什麼都敗 這是屬於低級宗教 對 是一種民間信仰 我們對宗教就沒有概念 也沒有接觸 沒接觸 看的人少想百分之明顯 我26歲 跟方老師學哲學 他給我講了一個 講了一部哲學概論 最後一個單元 是佛經哲學 所以我是從哲學裡去學過來的 是 我就向老師請教 我說宗教是迷信 佛教尤其是低級宗教 它怎麼會有哲學 老師告訴我 你還年輕 你也不懂 這是釋迦牟的 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 佛經哲學 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們從來沒聽過 出自於這個老人的口 我相信 老師不會欺騙我 跟我講的都是真話 尤其最後一句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這句話可可了不起 那我一定要認真學習 是 我是從這入門 入門之後 好像只有兩三個月 有個朋友給我介紹 認識張家大師 是 這個朋友是蒙古 滿清時代的清王 對 所以地位身份很高的 對 藏傳播 他帶我去看張家大師 認識 認識 他問我 聽說我修復得很高興 要不要有個人指導 我說需要 那張家大師是專修佛的 方先生畢竟是個哲學家 是個教授 所以他迎我入門 讓我對佛化升級恭敬心 這個很難得 那麼接著去真正入佛 就找佛門大師 張家大師非常難得 這是藏傳佛教 四大厚佛之一 他的教區是內蒙 範圍是最廣大 人口是最多 第一天見面 我就向他老人家求法 我說我在方先生這個過程裡面 我知道 佛法是大學會 是大智慧 而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 而佛法 有沒有有方法 讓我們很快就其入境界 我想知道這個 我的問題提出來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我們兩個對看了超過三十分鐘 對看超過三十分鐘 超過三十分鐘 師父我想請問您 那個時候您的身份背景是學生還是 還是 我是在軍中佛 是 那時候已經到台灣了嗎 就在台灣 就在台灣 我看他 我看他 他看我 看那麼久 我在等他的答覆 他在看我 我大概六七年之後 我才恍然答覆 為什麼他不答覆 他要看著我 那是因為我們年輕人 心浮氣躁 這心浮氣躁所謂 左耳進去 右耳就出去了 右耳就出去了 我沒把這個事情重視 他一定要等到我 浮躁的這個氣氛 完全沒有了 才說話 半個鐘點之後 定下來 像樹定一樣 說了一個字 油 這一個油 我們馬上就整坐起來 油好 再住一天了 他又不說了 你看我們 年輕嘛 一聽說 馬上 這一種浮躁 又出又出 出現了 這次大概聽了十分鐘 告訴我六個字 看得破 放得下 看得破 放得下 他講話是很慢 看得破 放得下 很緩慢 很有力量 頭一天 見面 大概有 前後有兩個小時 說話好像不超過二十句 老人 行住做我 都在定住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 看到這個形象 接到這個風圍 所以確實 這六個字 說起來很簡單 佛法入門 佛法入門 就從這兒入 不但佛法 所有真正的學術 都是這樣子入門 老師 我離開的時候 他送我到門口 告訴我 今天我跟你講的六個字 你要好好去做六年 從此之後 從此之後 我每個星期天 都去看 張家大師 我跟他三年 三年 他老人家過世 我才離開他 佛法的基礎 是從他來奠定 所以看破 放下 比什麼都重要 看破 是智慧 什麼叫看破 了解四十真相 了解四十真相 叫看破 四十真相是什麼 在那個時候 他跟我講 我讀不讀 四十真相是假的 所以精乾淨而說 如默默歡暴雨 我們在此地 這一秒鐘過去了 還能回來嗎 不能 那這一秒鐘到哪裡去了 不可得 假的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真的人 心是真的 真心 但是還有個忘心 忘心是假的 忘心就是一天到晚 胡思亂想的心 叫忘心 真心不動 真心清淨 真心沒有生命 不生命 真心也叫做佛心 佛門裡面講的佛心 法心 自心 都是講的一種死心 這一種死心 真心 所以佛法的教學 終極的目標 是幫助我們回歸自心 回歸自心 對 我們迷了自心 所以變成凡夫 凡夫 住在六道輪回 住在十法期 這個神 神 境界 都不是真的 所以佛在經上說 一切法 無所有 畢竟空 不可得 不可得的 不要放在心上 真心就先進了 不可得的東西放在心上 真心就變成忘心 這就是錯了 所以佛法沒有變 就是要你回歸 從忘回歸到真 從假的回歸到真實 就這麼回事 真正回歸之後 可悟了 大師 您說的這一個過程 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 一般的人 他怎麼樣能夠看破 他能夠了解 因為他覺得我 時間長短 每個人不一樣 跟立體 像六族會能打死 不認識字 沒念我書 聽人家在讀金剛進 他就救 這是上上根人 我們聽不懂 我們聽十遍 聽一百遍 都不知道你的意思 那這就要學教了 所以我們從張家大師那個地方 他當時就叫我去讀 《釋迦方志》 《釋迦普》 這兩本書 《大藏經》裡都有 《釋迦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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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抄下来,编成年本书。 这年本书读了之后, 发现佛教不是宗教, 是什么?是教人。 释迦牟尼佛跟孔子非常相似。 孔子一生教训, 他还求一贯半职, 终于练过,没有人用的, 要回家教训。 释迦牟尼佛情况不如此, 他是王子, 他也不出家, 他是国王。 他把国王的位置拾起了, 出家休息, 当个苦行僧。 这个非常了不起, 是一个非常热爱学术的人。 所以,出家之后, 他就到处求学。 印度是宗教之国, 有十几种宗教, 也是哲学之国。 古时候在哲学, 印度最早。 那么这些他通通学过, 他用了十二年时间。 十九岁出家到三十岁。 整整十二年就学。 那么通通都学过之后, 他觉得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问题? 生跟死的问题。 这是大问题。 对。 所以, 把学习的想法就放下了。 到恒火旁边, 大树底下入地。 这个树叫毕波罗树。 现在我们叫做菩提树。 菩提是开物的, 这个意思。 是佛在这个树下, 是阅读民心, 打着他。 所以, 我, 确定明白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慈见他佛, 是法佛法, 没有一样不通达明了。 为什么? 原来, 这个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 自性里的。 不是外头来的。 你今天把你的真心的门打开。 真心里头, 第一个就是无量智慧。 这个真心要清净心。 清净心。 所以, 我们今天所学的, 净土宗的这个主要经典, 无量寿经。 它的经体就是佛社大臣。 无量寿。 庄业, 清净, 平等, 究竟。 前面是讲古, 后面是讲因。 因, 就是清净, 平等, 求。 所以, 心不清净,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不能理解。 老师看到我半个多小时, 让我心清净一下。 没有念头, 他在跟我讲。 有念头, 在我讲。 是, 所以, 很多人也会觉得, 对您特别敬仰。 就是, 一般来说, 您献的是比丘相。 比丘身大部分都是以弘扬佛法。 我们比较少看到, 他们对于如道这一个部分。 因为他觉得那个叫外道。 有时候, 他们用这样的一个观点。 可是您会觉得, 其实都来自于。 这个外道是对初学的。 真正入境去了, 整个宇宙是一体。 你看看, 慧能大自开悟。 阿开悟说了五句话, 那五句话很重要。 整个佛法救了五句话。 哪五句话? 第一个他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这句话用现在话讲, 没有想到真心, 本来是清净。 从来没有染无过。 染无是妄心。 是妄念。 叫阿赖耶识, 是妄心。 真心, 没有染无过。 第二个, 真心不生不灭。 第三个, 本自具足。 它本来具足。 它不要想到学东西。 具足什么? 第一个, 无量智慧。 无量智慧。 智慧不是从外的窮。 是从自信。 开悟了, 它就出现了。 没有一样不知道。 所以佛这么多经典, 开悟的人, 像慧能大自, 他不认识字。 我念给你听, 他就讲给你。 他讲的跟佛讲的没两样。 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真正的智慧, 不是从外面学, 知识是从外面学的。 智慧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 那是真智慧。 具足智慧, 具足德能。 我们讲才艺。 万得万得。 没有一样你不会。 什么都会。 这是私心里的本有, 不是外头学来的。 第三个, 想好。 想好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福报。 每个人福报都是圆满。 每个人的智慧也是圆满。 每个人的才艺也是圆满。 非常可惜, 你把你自信的门封闭了。 关注了。 你用的是妄心, 不是真心。 用真心就没事。 所以用真心, 要不要老师? 不会要老师。 所以, 师父您讲的这个礼, 我想我们听了以后, 真的是非常受用。 但是在世上的修行。 您可以发觉, 也许有很多人说, 你要成佛, 那要三大阿僧奇节。 看起来是很长远的。 但是就像六祖慧能大师, 他就这么临门一脚。 对,一脚。 就当下就成了。 不错。 那我们如果一般的凡夫, 我们现在懂了这个道理, 但是到那个, 我们想要成佛, 能够觉悟, 能够放下, 能够亲近, 应该有一个次第的方法来带领。 方法, 告诉你, 八万四千, 再多的时候, 无量法门。 门门都能入道, 无量法门就广了。 我要问, 我用基督教神经能不能成佛, 难。 也能, 太棒了。 那要不能的时候, 那这就不上法门了。 无量法门也有它了, 它不是在无量法门之外。 我用古兰兼修能不能成佛, 难。 于是我们马上就免愿了。 中国古神现象, 摇顺于唱, 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 老子庄子, 他们这些学问从来来, 坑糊了。 无私自通啊。 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你把他们东西拿来跟佛经, 大神经对照看的时候, 一样的现金。 于是我们要恍然大悟。 孔子孟子, 在中国叫圣贤。 他要是身在印度, 人家称道佛陀。 他就是佛, 就是佛陀。 释迦牟尼佛要身在中国, 我们称圣人。 各个地方称的名称不一样, 他们的经济是平等的。 不从外来啊。 从外来是假的。 从里面流出这是真的。 所以佛教的修行, 张家大师教过的, 看不放下。 那就是若门的秘诀。 看不了解四世的经想, 了解人想怎么样? 要放下。 放下,清净清净先前来。 他为什么放不下呢? 他忘念太多了, 都把假当作真的。 对。 那头一个忘念就是我, 这身是我。 你想想看, 哪一个人不说身是我? 那身是我, 这是错, 大错,这是错。 那身怎么是我呢? 我不生不灭, 身有身有灭。 那身是什么呢? 佛法爱上面给你加一个字。 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一样。 这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这个身跟西佛一样, 它是个三面法, 它不是无常的。 真是真定我, 是真常, 是永恒, 是不灭的, 是无量受的。 你要把这个假国放下, 真国才会陷起。 师父您说到一个太重要的话题, 就是我们看到的, 不管哪一种宗教, 其实他都在追寻一个就是, 我是谁。 每一个宗教最后的, 都一样的。 是, 那如果, 你师父刚刚, 您已经开示的这么的清楚了, 所以也可以说, 我们其实不需要有宗教的门户之间, 甚至你不一定要成为某一种教徒。 对啊, 所以姚圣语他没有啊, 我吾周公也没有啊, 但是, 他们要拿佛经来看, 他们都是佛, 都是菩萨。 是吗? 他开悟了。 所以他说的话的时候, 你说在那个时候, 时代不一样, 距离这么远, 没有见过面, 但是说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知道说师父, 您已经把这个宗教跟教育这两个, 对, 它是一个, 是一档事件。 它是一档事件。 所以我有看到您, 其实大概在几年前, 以前跟赵普出局势见面的时候, 这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看到当时的记录, 就是您跟赵普老, 其实谈了四个多小时。 很愉快。 您跟他说, 中国最重要就是, 怎么样来大量的建立这个, 所谓的教育体系的道场。 然后您对于道场的定义是, 学院跟学会。 对。 这个您可以看, 学院学会是, 怎么去执行。 夏林区老去, 是他说的。 现代化。 是。 把这个大家, 提到宗教就认为是迷信的, 把这个错误错觉把它转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吉洛寺, 这个还土地, 是同学们送给我们。 他们一些人就想盖庙, 来问我。 我说, 台湾庙太多了, 有你一个不多, 没你一个不少, 毫无意义。 他说, 那怎么样才有意思呢? 台湾没有的, 什么没有。 教学的寺庙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大厂的时候, 教室很多, 差不多有十几个教室, 大大小小。 我们这每个教室都上扣, 收扣的, 学习。 没有殿堂, 没有什么观音殿, 地账殿殿等等, 没有。 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回归教育。 是, 我也非常谢谢, 您的慈悲跟智慧, 让台湾这个地方呢, 有更多的, 以这个, 其实是, 已经可以说是超越宗教, 来做这个, 道德伦理教育的一个提升的地方。 对。 这非常的殊胜。 对。 对。 宗教这两个字, 也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中国老祖宗, 真有知误, 真了不起。 他把它称为宗教。 宗教什么意思? 要查字节吗? 字节上有吗? 宗什么意思? 宗有三个主要的意思。 第一个, 主要。 第二个, 重要。 第三个, 尊重。 尊重、崇高。 教也有三个意思, 教育、 教学、 教化。 这两个字, 连起来宗教。 宗教什么意思?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重的教化。 这就说清楚了。 是。 用这两个字了不起。 外国没有这个, 名词上没有这个解释法。 对。 中国也讲得很清楚, 这真正宗教。 那什么是宗教? 人类最主要的,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重的教化。 人不能不学。 其他的不学可以, 宗教怎么可以不学。 所以说, 人类也可以说是, 宗教的追随一者。 对。 但是, 我们如果把宗教看成, 它是教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重要的教, 最重要的。 对, 所以他可能甚至,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宗教情怀的教育。 对。 这其实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对, 不错。 一点不假。 是, 所以我想师父, 您这么多年来, 您一直在弘扬呢, 跟别的, 不管其他的宗教最大最大的不同。 也是让我们非常尊敬的, 就是您把这个道德教育, 伦理教育。 英国教育。 英国教育。 这叫普世教育。 是。 就是普遍群众的教育。 不能不知道。 人懂得伦理道德, 不好意思做坏事。 懂得英国教育, 不敢做坏事。 社会就安定了, 天下就太平了。 是, 非常的非常的欢喜, 有这么多殊胜的法门。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会儿请师父, 帮我们进一步的开示, 尤其是英国的教育。